开酒吧的 你们的酒吧要加咖啡 我现在坐到了我那个区的那么晚 我的咖啡店在法兰克福的周边 有没有窝窝头 好 当然没有了 哈哈哈哈 热心的分享 可别 河北的狼房 去狼房那一定要去这个绿洲咖啡店啊 你怎么那么喜欢烤生蚝啊 开飘之儿 今天呢 我来到了我们的咖啡工厂培训的地方 那从今年年初呢 我就在意到咖啡培训市场非常的火爆 从我们自己咖啡学院开课的过程 我自己的体感就感觉非常强烈 可能你们也会非常的好奇 或者是非常的疑惑 市面上这么多的咖啡的学院 以及课程 到底在教什么样的内容 到底是谁在学习这些咖啡课程 那要不要考证书等等等等 这几天呢 我们刚好跟一个咖啡烘焙的冠军 在联合开了一期咖啡豆烘焙的课程 等一下我会带着我们的咖啡学院的老师 以及来到我们学院学习的学生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咖啡学习这样的一个话题 紧张了 有什么紧张的 你什么课什么学生没有见到过 这边呢 是我们的培训教室 这是我们的学院的张焉一老师 今天我们就其实在上一个烘焙课程 那目前也会邀请到国内的一些冠军导师 去开比如冲煮课程 比如像烘焙课程 未来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 更多元的课程 现在大家更愿意学感官 学冲煮 学烘焙 那这些学员他们过来学习的目的 是什么呢 比如就是我们有一个门店的课程 这些目的很明显 现在基本上学习这个课程的人呢 目的都是要开店 就是开店的对吧 对 因为发生大家这两年 咖啡馆特别的多 很多都是跨行业进来的 因为他不懂咖啡的话 他开店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课程已经把它给区分开了 那学习咖啡技能的 他可能就是咖啡师或者从业者 过来学习门店经营的 那他可能就是为了要开店运营的 对 非常的精准 就是我的目标就是学完之后我要开一家店 首先要做一个感官的建立 我们可能必须要喝大量多的咖啡 好的 差的 分别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用什么样的感官去评价他 那基本上7天学下来的话 他能达到普通咖啡师自学 一年以上的水平 因为他掌握了这个方法 他就是非常有目的地去做每一杯的训练 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自己摸索的话 可能是漫无目的的 也没有标准的 没有人告诉你这杯会出现什么样的味道 会有很多自己认知上的误区 就比如他开了一个店 他可能会做了 但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他也不知道吧台怎么布局对吧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了解咖啡这一块 他们找着那些设计师装修公司 他没有做过咖啡的吧台 会发现整个吧台做出来非常的不合理 甚至一天买了一个设备 你发现水电都没有办法接 这是真的是有遇到的 因为我去过之前一个学生店里 他的冰箱是放在厨房里边的 我看到做咖啡就要跑很远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带着学员一起去逛店 看看不同的店客群是怎么样 他为什么做的好 那有些店他做的不好 我们一起来分一下他哪里出的问题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张纸 所以证书这件事呢 他不是很重要 那不是很重要 你还有这么多 你这个 我 因为也是自己 自己去参加学习 比如去年考的Q 那考完Q 他确实是有一张证书 你看我也没有把它挂出来 对不对 他只是一种你能力的认可 但不代表你今天有一张证书 你的咖啡一定做多好喝 你如果是只是开一家咖啡店来说的话 确实是可以不需要证书的 对 但是如果要是像这个 袁一老师 他是做培训的 确实我觉得证书还是有用的 对不对 嗯 但是不要把它过分的看中就好了 还是理性看待 对的对的 感谢袁一老师的时间 好 来这边看一下学员们的操作 我从德国回来的 我有一家咖啡店在德国 是 暑假的时候找袁一老师来进修 下一次去德国去找你探店 我约了Tretton 要去杜萨尔多夫 去他们店打工的 哇 我感觉你好稳啊 我如果是你的话 这杯已经撒出来了 是 之前有学习过 但是已经很久了 1506年的时候有上过很多课 SCA的培训里面上过 议室的课 然后金杯的课 甚至护士 烘杯的课 你把所有的课都上过了 都上过了 但是当时是很早很早之前上过了 你看这是这个小姐姐做的 你的奶泡做得非常好 她在这个法兰克福开了一家店 所以说呢 我就让她介绍一下 有在欧洲的小伙伴 你们如果想去派访 也可以去拜访一下 我的咖啡店在法兰克福的周边 有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小镇像 叫做Obo Wars 那个小镇非常的优美 所以我们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想说 可以带着你去旅游的目的 带着去看小镇的目的 到我们的咖啡店来坐一坐 转角 就可以有一杯美好的咖啡 和一块很好的蛋糕 我们自己的咖啡店里 是提供非常亚洲式的甜品 有没有窝窝头 当然没有了 不太搭 我们还是以咖啡和蛋糕为主了 和欧洲当地的氛围的蛋糕 是有非常大区别的 因为欧洲当地的蛋糕 它多少有一些 厚甜厚甜的质感在里面 对 特别甜 很多知识对吧 对 亚洲人还是比较偏爱 比较轻盈的 没有那么甜的蛋糕 真的 你刚才介绍了一半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飞向你的店里边了 那是 那到德国来玩吧 来找我玩吧 OK 希望到时候你学习 学好了之后 能应用到自己的店里面 生意越来越好 然后我问一下你是哪里的 浙江 浙江的 咖啡师还是要开店的 开酒吧 开酒吧的 对 你们的酒吧要加咖啡 其实不是用来卖的 可能就专顾一下自己的朋友的酒 谁想喝咖啡了 送咖啡喝 对 哇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咖啡的模式挺多的 你看那个小姐她是烘焙加咖啡 你是酒吧加咖啡 是在哪里开的 我们在浙江温州 对于我们来讲 咖啡可能就是社交用一下 并不是用来说要免贫达到多少的出杯量 只是用来接待一下朋友 了解 但是咖啡还是要有 要有 必须要有 好 这是我们合作的烘焙老师梁颖 老师 你是洛阳的 对我 你算他话说的 走不走 走不太地道 有点山寨 不太会说 要么就是已经开店的 要么就是可能准备开店的这种居多 说实话现在瑞幸 库底 PK 对吧 然后对于绝大多数的咖啡馆 是有一些竞争关系的 那我觉得可能他们要通过 学习自烘焙的方式 能降低一部分成本 第二的话就是打出来一些特色 因为我现在都知道咖啡馆太多了 如果我们大家都举例的采购某一个品牌的咖啡豆 那么特色其实差异化不会那么大 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店里边生意也都真的不错的 对 当然当然 还是一种投入嘛 对对对 你需要买设备 豆子 学习 这都是还是很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 4天其实我们最开始教的是 首先我们要喝到不好喝的咖啡什么样 所以说你会先给他们烘一锅糊的让他们喝吧 也有可能让他们自己烘 还会说好喝的是什么样 那是豆子本身的区别 第二就是烘焙好喝是什么样的 烘焙不好喝是什么样的 然后OK那好喝是这样好喝 不好喝是这样不好喝 我们就去考虑 怎么样会可以把这个咖啡烘得更好喝 我们拿了一碗咖啡之后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曲线 可以让它变得不那么酸 那包括像今天 今天学的其实是意识配方 那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做牛奶咖啡怎么样好喝 我们做美式咖啡怎么样好喝 甚至于我们还要细节化到 我们做冰美式怎么样好喝 做冰马铁怎么样好喝 其实我们说完了这种结果反推原因 我就想要一个苦苦的美式 没问题我能做到 我也想要一个酸酸的美式 OK我也能做到 这种的能不能通过这个几天的学习 能够看到他们有提升的 有烘焙经验的一定是改变最大的 就它其实是以前是有一定的烘焙经验 但是没有方法 他们的原话就是没有打通任督二脉 以前烘豆的可能更多的就是 我复制一条曲线 这个老师给的曲线很好 我就复制它 现在就是我能通过 我想象的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 它类似什么的咱们做饭 举个例子 老师傅教我做这杯空包鸡丁 应该先放肉后放菜怎么样 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一个时刻说 我想吃辣椒 多放点辣椒行不行 你说不行 因为我只会这个 我告诉你的是 其实放辣椒也可以 但你要在什么阶段去放 就类似于这样子 你告诉它原理 我自己店里面用的益式咖啡 是用热风机吹出来的 然后相对而言 我们普遍炒益式咖啡 一般会炒的稍微深一点 然后热风去烘焙的情况之下 烘焙瑕丝也会相对安全 半热风这种机器 我们可能更愿意去炒一些单品豆子 原因是它的香气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愿意去展现这个豆子的上限 特性的 对 所以我是不同的机器 炒不同的方向 就是比如热风 可能你养豆短一点 短一点 或者不养的 OK的 对 但是半热风是要养的 去日本的时候 我看日本有好多那种植火 是吧 特别多 对 其实咱们青岛这边植火就很多 但是整体做植火烘焙机的太少了 那感谢梁老师热心的分享 可悲可悲 我来自福建泉州 从业多久了 从业有五年了 在那个清晋寺附近 然后叫德巴咖啡公园 我在店里也有做自烘焙 那就是说你们店里边的咖啡豆都是你自己烘的 对 小姐姐这么厉害 工作太累了呀 你要扛麻袋的 你能扛得起来 我店里有小伙伴 小伙伴扛 然后你来烘 对 就有时候你会遇到瓶颈 你不知道怎么去解答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出来学习 它可以一一去解答自己在门店当中遇到的问题 那你们现在主要就是咖啡加一些减餐 什么三明治啊沙拉啊这些 烤鸡 一面薯条啊 一面薯条 这个idea你一定可以尝试一下加生蚝 生蚝上面最浓缩吗 烤咖啡豆 烤生蚝 其实是一种兴致嘛 有机会自己尝试一下吧 小姐姐稀里边肯定又在讲 你这是在这个给我带歪路 哈哈哈 不过真的我觉得可以去这样这样去思考 对吧 我们那个位置选的挺好的 就刚好是游客们都会来的一个地方 好多过来旅游的 对对对对 必经之路 一天能卖多少杯咖啡呢 一百多有的 一天一百多杯咖啡 是因为泉州现在刚好旅游业发展的挺好的 如果有来泉州旅游的 他们会喜欢我们的风格也还可以 你们的咖啡卖多少钱 20到40 22 美食22 对 拿铁30因为杯量大 拿铁30我按一百倍来算吧 那你的咖啡的销量就是一天能卖3000块钱左右对吧 那吃的的话应该能卖到5000块钱左右 我们咖啡其实会更卖得更好 是吗 对 因为我们咖啡的准备多 特色特色化比较 比较 你们可以在这个把烤生蚝加上 立马这个就更轻 你怎么那么喜欢烤生蚝啊 哈哈哈 你们不是海边吗 是 但是有点远 正对着清静寺的门呢 挺美的一个地方 在泉州的小伙伴还有在这个离泉州别近的城市的小伙伴 都可以去小姐姐的店里去感受一下 嗯 烤生蚝 我们没有 大家好 我叫桃子 然后我是从河北来的 我是一个咖啡厅的主理人 哦 你们店叫什么名字 我们店叫绿洲咖啡厅 绿洲咖啡厅 对 在河北的哪里 河北的廊房 去廊房那一定要去这个绿洲咖啡厅啊 谢谢 哦 你开多久了 我开一年多 我的时间比较短 你不会做咖啡就能一下子开个咖啡店吗 就是也是一点点的跟就是学习一点点的进步 一边做一边进步这样子 那现在的整个咖啡店运营经营的怎么样 一直属于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然后就是也通过自己学习想突破一下瓶颈 那你们就是打算学完了之后 回去自己在店里面红咖啡豆了 对 是的 那你们店里面的营业额一天能卖多少 因为一开始开店的话 我们属于一个网红店的模式 打卡的客人会非常多 前期的话就是每天也差不多也能到五六千的营业 就是前期的前几个月 五六千 就是前期 前期 上海很多咖啡店也到不了五六千的 因为我们那个小镇嘛属于地方比较小 然后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就是前期打卡的客人会比较多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男学员啊 对很幸福啊 这么多小姐姐跟你一起上烘焙课是不是 被你发现了 快点来报名哦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嘉宾你从哪里来 然后做什么的 我叫Keng 张超峰 我之前是在深圳龙华的TestMeter做那个饮品研发这一块的 那为什么要想学习烘焙呢 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做研发这一块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饮料研发 饮料和咖啡都有 咖啡其实在饮料的其中一块嘛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被豆子会受限的 而且我们也想要成本要下降 所以想要把这一块的话 我们把烘焙学的话 可以更好的去做研发这一块 然后还可以把那个成本给降低 所以才会学 之前有没有尝试过烘焙 我试过手炒500克左右的云南豆子 但是对一直手炒 然后发现那个烟太大了 然后后面就没有继续玩了 500克很重的 没有 它是50克50克的炒 然后后来炒到500克 后面不能再炒了 影响到邻居了 其实学习这几天 我发现其实烘豆子 对于我们研发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应该是这个月月底的话 继续上一下丹青老师的 那个创意营品课程 然后到时候 可能可以更学习更多的东西 大家好 我叫曹磊 我是来自江苏常州 就是那个晚上被称为 屌州的那个城市 我们 城市什么城 对啊 屌州 因为我们的车牌号也叫苏地 然后 就是很屌的意思 长州北战有的时候 薛宝盖不亮就变成屌州北战 所以我是不是很好记 然后我在我们那个区的小市中心 就五进万达的斜对面 开了一家叫小黑店的咖啡店 你竟然是开咖啡店的 对 哇 这次来学工辈子全都是开咖啡店的 我自己倒腾的话就摸索 有摸索了近半年 但是觉得还是有知识壁垒 想向老师吵架一下 哦 自己摸索 毕竟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还是 哪里不通 对就是知道它难说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基本上像烘豆的什么全息烘焙法 这些书籍我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呢 纸上得来中觉醒 所以还是要 还是得实战是吧 对 是要师傅领进门 我是在21年的年初 上了袁一老师的高阶拉话课 然后从此开始入门 入门之前我只是咖啡爱好者 因为以前我是坐着那种文职上班 所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我玩手冲 即使难喝也是自己把它喝下去 然后后来自己本职工作 我就辞职了 然后我就开始全职 然后我全职的时候在Manor 我之前是在人广来福市店 后面呢是有待在试级会店 哇 试级会店出别量太绝了 一天900倍 卡卡卡 就是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样 对对对 那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能承受得了这种猪背量吗 咖啡师同行里面 其实好多都是女孩子 我觉得我比较 他们来说的我的劣势 是我的年纪 其实别看我精彩比较年轻 别这样别这样 我年纪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在Manor培训的时候 周围一看前是18岁的 然后 你看那也差不多 我30多岁了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那你们店的生意怎么样了 我没有在我的店的营销上面打任何一分钱 但是我现在做到了我那个区的那么晚 但是这些的前进条件是因为我的房租比较便宜 然后也没有 你们多大在面积 20平 因为也比较小 所以说我一个人也能担负得起 那你们的位置是属于长洲的这种中心啊 或者是什么 是一个我们那个区的小市中心的斜对面 20平方在长洲 我猜一下你们的这个房租吧 嗯 三千块钱 对差不多 真猜到了 是的 也就是说 我就瞎猜了 我一天只要多赚一百块钱 我就可以了 其实我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那你们店就是除了你 还有别的人 只有我一个 那你出来了 现在就关了 对 就是这么任性 然后一天大概二三 不能像他学习啊 对我是反面案例 就是我在门口贴了一个说老板去进修了 这几天不在家 差不多已经五天没有开业了 那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这几天 嗯会有 会有 那你怎么弄呢 我就说我会回去给他带来更好的服务 更好的咖啡 更好的产品 其实我真的被评为话比较多的咖啡师 就是我会跟客人去沟通 这个客人他给了我启发 他说很多大厂的咖啡豆品嘛 就是他们自己烘的咖啡豆 他们也都开了设了线下体验店 那么如果 我们还没有啊 加油加油 我们没有啊 加油加油 像乔治队长就像CopyBuff 如果我想喝他们的咖啡 那我去他们的线下体验店去喝 难道不会更正宗一点吗 如果我想找到自己店的特色的话 我必须得自己对我的咖啡 有我的最终解释权 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烘 我为什么要这么抽 然后别家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这就是我的特色 这就是我的毅力之本 这就是我想法 你的这个想法 郑重了很多人开店的一个软肋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 他都做不到自己烘豆子对吧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在本地 找一个周边的供应商 给他烘咖啡豆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个点就是 冠军老师梁爷老师他教给我们的 他说同样的价格 比如说25块钱 那我在学烘焙之前 我25块钱的成本 只能以25块钱的熟豆去卖 但是如果我学会了烘焙 我就可以以25块钱的生豆去卖 那也就是说我价格不变 我品质会越来越高 那这就是我和联锁咖啡店 拉开差距的一个点 今天老师把我的格局打开了 格局打开了 真的格局打开了 他直接 这个你这个太广告了 哈哈哈 因为老师直接把小众的咖啡店的 未来的趋势都已经说给我们听了 他就说我们和联锁店的拉开差距 就只能不断地提高自己嘛 还有一个格局就是结果导向 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以前我只会说我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 结果不是外 但是其实一杯咖啡 它好喝最重要 其他的都是服务 好喝被客人认可就非常完美 这个小姐姐分享的非常的值得让人思考 也希望你的店越开越好 店名字叫小黑店 黑店不黑来杯咖啡 哈哈哈 你这个还会玩梗的哈 你这个蛮溜的是吗 黑店不黑来杯咖啡 啊是吗 对对对 今天的这个课程的 以及学院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们这期视频呢 呃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也能够让你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思考 你们如果有自己的意见也欢迎 弹幕评论也都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最后呃 记得这个关注点赞 哈哈哈 还有我是老师的粉丝哈哈哈 拜拜拜拜 拜拜